遥控器电池落叶 家里老人贪图便宜 购买使用了列子的碳性电池 现在市面市面干电池主要有两类 碳性和碱性电池 碳性电池价格便宜 但是容量小 不耐用 还容易落叶 损快用电器 而碱性电池相对来说 价格也高一点 但是容量大 耐用 用者也放心 为了让大家对碳性和碱性电池 有一个直观的认知 我买了极化品牌电池进来测试 这次测试呢 我从当节的重量 电流大小 内阻以及容量 四个维度进行对比 现在看当节重量 金波网碱性23.8克 蓝浮巨龙四代 碱性24.3克 双路碱性23.2克 怀泰碳性12.9克 菲利福碳性13.7克 汉达碳性只有11.1克 双路碳性16.7克 再来看到的最大放电电流 蓝浮6.3A 金波网6.4A 汉达1.3 怀泰3.1 双路碳性3.7 双路碱性6.4 菲利福3.2 电流越大 因为这电池越强劲 就像一个年轻小伙一样 体内有着用不完的力量 放电电流1.3A的汉达相当太远 这种电池怎么用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电池列组 这是一个专业的电池列组测试仪 电池列组越小 这么它放电阻力就越小 电池就越好 菲利福4.2 单位是豪欧 华泰475 汉达562 金波网168 南福155 双路碱性149 双路碳性408 最后一项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容量测试 电池容量越大 说明电池存电的能力越强 这个很容易理解 这是我专门准备的放电测试仪 我把它的放电电流调到500毫安 中止放电电压是0.9V 等全部放电完成后 我们再来看 一个电池能够放出多少电量 首先从南福开始 终于放完了 南福放电1762毫安 金波网1406 双路碱性1455 滑碳68 双路碳性86 汉达16毫安 菲利福72毫安 在容量上 碱性电池比碳性高速不是一点半点 这汉达我都没法测下去 开机刚好两分钟 就放电完毕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外光和手感的判断 比这款汉达电池 感觉轻便便软便棉的 用手轻轻按压一下就变形了 这类电池没法用啊 一眼看过去对比 它有点像7号电池 大家看 比其他电池矮了好多 然后电池直径也小很多 我把前面测的数据 都归结到一个表内 让大家进行对比 浅绿色的是碱性电池数据 蓝色的是碳性电池 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 所表现出来的数据相差还是很大的 其实一款产品 好着我们的需求 是最基本的条件 像这种价格低 自然差的便宜电池 它的性价比是很低的 根本就没有安全保证 你愿意或者敢用在你的用地鞋上面吗 所以说 不定是数码产品 还是老家 给老人用的家电上面 建议大家还是 什么优质的碱性电池 安全 很耐用 像汉达这类的 往往是贪图赔异 最后是大股 最后建议大家 电池买个好好的点的 用一两年都不用换 这样才省事 你们觉得呢 这种价格比较好好的 这种价格比较好好的 感谢观看